大家好,我是来自德国的刘景 平时在德国从事的是旅游行业 在经常刷手机的时候 会看到一些中国的新闻 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这些机构的名称 我想请中兴社的问答二十大栏目 来为我解答一下 他们三个机构有什么不同 他们平时是怎么工作的 刘景云你好 你所提到的这三个机构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共组织体系的大脑和中枢 根据中共党章 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他们是中共中央组织和领导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单来说 中央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局之间是 选举与被选举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 根据不同议题等实际需要 中共分别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中央政治局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讨讨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问题并做出决策 在工作中这些机构是如何运转的呢 首先来看中共中央委员会 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共全部工作 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由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 每届任期五年 它的职权包括听取和讨论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 讨论和决定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等七项职权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会议议题由中央政治局在党内一定范围征询意见后确定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当有半数以上 中央委员会委员到会方可召开 根据讨论和决定事项的不同 采取举手、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表决 而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 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行使 例如有处理党中央日常工作 研究决定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事项 对重大突发性事件做出处置决定和工作部署等等 相比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召开的次数更为频繁 一般会定期召开 予有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召开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确定会议题并负责召集会议 由此可见三个机构作为中央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中枢机构 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核心 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 确保中共中央同览国家治理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下集完 总习累viament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井子